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丑从卧室走着过来 自顾自的打开冰箱 拿了瓶水喝 夫妻早起 相互之间连个招呼也不打 甚至看得不看一眼 可见这段婚姻已经是名存时亡了 他俩的状况 既为憨歌的奥斯天上的注释 同时也抛给观众一个问题 这对看似男柴女貌的夫妻 为什么会这样形同陌路 画面一转 著名色学家卧侠次的说过 戒酒交愁愁更愁 中午下班后 愁容满面的憨歌独自喝着呗 茶 那真是越喝越愁 一个同事过来 聊起憨歌的婚姻 也是大发感慨 过又没法过 虽然他爱他 但他并不爱他 离又没法离 婚事是上司促成的 一旦离婚 会损害上司神旺 进而影响憨歌前途 所以 这个进退两难的局 憨歌该怎么破 晚上回家 碰到小抽 他仍然是冷冰冰的挨搭不理 只是告诫憨歌 不要把他的衣服和他的衣服放一起 因为味道很臭 憨歌只有一边点头 一边撕密马赛 画面一转 来到一个酒吧 小抽跟他的老乡好大毛把酒圆欢 画之招展 跟之前的司马脸判若两人 大毛问起他什么时候离婚 小抽说是他父亲做的介绍 所以现在只能得过写过 并笑说不如私奔去国外吧 殊不知不远处有个男人 正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画面一转 来到一个私家侦探社 之前见识小抽的男人 也就是私家侦探 将偷拍到小抽和大毛的照片 摆在憨歌面前 接着介绍说 大毛是小抽大学的学长 也是前男友 两人每周幼鬼两次 到这里 我们来简单捋一下剧情 憨歌的上司和小抽的父亲 应该是朋友 所以就撮好憨歌和小抽结了婚 憨歌虽然喜欢小抽 但小抽对憨歌却没有任何感情 这日子其实是没法过了 但是矮于各自介绍人的面子 所以谁都不想先提出离婚 为了离婚能够顺利进行 所以憨歌找了这个私家侦探来调查小抽 收到了小抽出轨的实锤后 憨歌暗自拟定了计划 他像平常一样回家 然后对自顾自玩手机的小抽说 他明天要出差几天 第二天早上 憨歌前脚才出门 小抽后脚就打通了大毛的电话 叫他来家里对我爱 为什么不去酒店开房 就差那点儿欢乐痘吗 然而出了门的憨歌 却在楼下火速换上了之前 采购的黑色蜘蛛侠套装 小抽正跟大毛包电话中 憨歌却捏手捏脚地摸进了房间 顿时吓得他花容失色 憨歌也不废话 上来就对小抽实施侵犯 后者自然拼命挣扎 纠缠之间 小抽竟然认出了面罩下的憨歌 有一说一 整个丝袜套头上都比这面罩强 既然被识破真身 憨歌也就不装了 攀白了 直接摘下面罩 faceface地侵犯了小抽 事后小抽逃进浴室洗澡 憨歌也追了进来 不是你们家浴室门不能反锁的吗 小抽指责憨歌 平时总是对他敬而恨之 而且还疑神疑鬼 今天又搞这种强暴 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憨歌也不争面 而是又一次侵犯了小抽 从浴室出来后 夫妻俩坐在沙发上 擦拭着刚才弄湿的头发 憨歌质问小抽 什么时候开始有外遇的 小抽反而控诉憨歌 除了婚件 什么礼物都没送过 每天回来都叫虎连天 却从来不体恤他 做家务也会累 明明想离婚 却又微微缩缩 还说憨歌从来都没喜欢过他 只是觉得上司介绍 不好意思拒绝而已 汉歌顿时急了 そんな 俺は紬のこと愛してるよ 愛してるから 愛してる それでこんな風に 自分の妻のことを犯すの 頭が犯してるよ 本当最低 在这个瞬間 门铃声不合时宜的 想了起来 大毛 未手未脚的走进屋里 只见小抽 满脸忧怨的 迎了出来 随后 面露凝笑的 憨歌迎上前来 一句well come 接着便一拳 干翻了大毛 当大毛 从昏迷中醒来后 才发现自己 被绑在了地上 他连忙了 小抽 这是怎么回事 小抽 只有一句私密码在 旁边的憨歌 一听就怒了 你应该向我道歉才对吧 不知死活的大毛 告诫憨歌 他这样对自己 是绑架 是犯罪 结果遭到一顿毒打 连忙求饶 是小抽勾引我的 憨歌越听越上头 一把扒掉大毛的裤子 要小抽和他表演live show 小抽自然拼命拒绝 结果憨歌 亲自上阵 上演了一场 兼父母遣犯 所以艾舍这是在 致敬自己的招牌 企划父母遣犯吗 完事之后 憨歌放走了大毛 小抽独自坐在床上 死去万千 憨歌走了进来 递过一份离婚协议书 小抽并不回答 被憨歌狠狠压倒在身上 这句话 这句话再次激怒了憨歌 于是他又双弱侵犯了小抽 两个月后 怀着身孕的小抽 默然地看着桌上的离婚协议书 和憨歌留下的婚件 影片结束 在我们以往聊过的片子当中 有太多眼看妻子女友出轨 却不敢吭声的苦主 难道是因为牛头人 对大草原的环保情节 而在本片中 苦主终于来了个大逆袭 只是最后的结局 竟然这样惨淡 如果这是IP社 或者是玛达娜的作品 估计就会是夫妻和好前嫌 近视的happy ending 本片可探讨的点有很多 首先有必要厘清的是 男女主的人设 男主的上司是董事 而女主的父亲是她的朋友 那么女主的家庭 就算不是名人望族 那至少也是富人阶层 而且从片尾女主 所属的环境来看 还是在她和男主曾经的家中 说明这个两层楼的房子 应该就是她家的 也从侧面印证了她的家事 她还跟大毛说过 要私奔去国外 如果家底不殷屎 只会说私奔去乡下 所以女主是那种 比较典型的刁蛮大小姐 任性 自私 明明是自己的错 却把责任通通推给别人 不过 跟绝大多数剧情片里的人妻 都是模式化的温柔贤惠相比 这样的角色 倒是有着特别鲜明的形象 男主则是比较典型的凤凰男 虽然依靠个人奋斗 在都市里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 但性格上却是唯唯诺诺 唯唯唯缩唆 虽然喜欢女主 却不知该怎么表达 由爱顾生忧 由爱顾生不 继而疑神疑鬼 患得患失 接下来 根据种种线索 可以看出 女主是从始至终 都对男主 没有任何感情的 只是碍于父亲的压力 才不得不跟他结婚的 这里可以再次印证他的家世 越是富裕家庭 父亲的话语权越大 普通家庭反而更尊重儿女的意见 最后却落得了六百俱伤的局面 女主 男主 女主的父亲 男主的上司 大毛 以及男女主未出生的孩子 尤其是这个孩子 如果他能出生 那自然会引发无数的问题 如果他未能降生 那是不更是一种罪孽 所以 原本这一系列的悲剧 都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其实 一直到片尾之前 Z师傅对男主的境遇 是多少有些同情的 虽然夫妻俩 形同陌入的状况 他其实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毕竟是女主被判在先 他的报复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 在提出离婚的同时 却使女主受孕 不管她是无心还是故意 这种过失 却是没得喜的 或许 这就是可怜之人 必忧可恨之处 最后 在Z师傅看来 一段关系 无论是婚姻还是恋爱 最应该遵循的基本点是 如果不爱 请别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